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K线西游战法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2年4月1日愚人节 晚间的18点12分 在这里呢 给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 解读之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昨天外围市场的表现 那昨天晚上啊 美股预阻了120日的均线啊 也就是35000点这里 预阻之后啊 发生了回落 这个回落的幅度啊 是比较大的 达到了1.56% 在美股行情 道琼斯工业指数 这里是比较大的一个回落 这样的回落呢 直接导致了啊 比特币出现了一个 下跌的一个走势 从47000跌到了44000 大概的区间是这里 那这样的下跌呢 会引发什么呢 我们在行情当中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我对这些问题啊 在这里啊 一一做出解读 首先呢 我们要非常注意行情当中的 327这一天啊 也就是3月27日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根阳线 这根阳线呢 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 这根阳线 我们怎么解读呢 这里是在事实上 行情当中发生了突破 我们知道悟空阳线 被压制在五指山下 五百年之后 才能释放出来的啊 也就是3月27日的 这个阳线 突出于前面盘整 震荡的所有的K线啊 这里呢 悟空阳线突破了哪里呢 突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压力线啊 也就是去年三四五月份 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啊 位于四万四到四万五千美金 这里的一个压力 突破之后呢 压力转支撑 悟空阳线同时走了出来 走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多头上方啊 多头方向上 就会有出现悟空阳线之后的 日线级别的八戒沙僧唐僧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多头的预期 但是呢 行情上我们看到了啊 同时看到了上方的阻力位在四万七千五百美金 也就是白色线这里 这根线呢 是去年八月份和十二月份啊 这两个阶段啊 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筹码密集区啊 位于四万七千五啊 在事实上 在日线结构上 没有对这个位置发动啊 成功的突破啊 没有发动成功的突破 随即回答下来 如果这轮行情啊 跌破了四万四千美金啊 那悟空阳线既被击碎 悟空阳线就被妖怪 K线打败了 那么这轮多头行情就宣告结束啊 你要重点理解的是 如果在四小时级别K线上 或者日线级别的K线上 如果跌破了四万四千美金啊 有这样的K线啊 特别是实体部分出现了跌破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那前面三二七的这个悟空阳线啊 多发动的多头的趋势 宣告结束啊 就宣告结束 那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啊 我们看到啊 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小一些 调到四小时级别上 它的回落啊 这轮行情的回落啊 刚好打到我们最重要的 这一个支撑位的位置上啊 我这个线呢 是花了很久的啊 不是我随意去更改了 这个线呢 支撑位在四万四千两百美金附近啊 打到这里之后 随即发生了反弹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在当前的时间点上啊 当前晚间六点钟 这个时间点上 多头还没有被完全消灭啊 起码是日线级别的多头 仍然存留啊 仍然在存活 没有被完全消灭 因为我们知道啊 3月27日的这根阳线啊 也就是日线级别 3月27日的这根阳线 是悟空阳线 在悟空阳线 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啊 多头的势力 多头的趋势 依旧存在 直到它被完全消灭 跌破四万四千美金之后 多头趋势啊 才能宣告结束 那在前面的解读过程当中啊 我们提到了一个 这个对称性的概念 也就是啊 我们在四小时级别上 通过连接波峰的连线 和波谷的连线 构成的这个三角形啊 这是焦点位 通过焦点位 在延长线的这个部分啊 它容易发生 与之前面这个收敛三角 这个结构相互对称的一个行情啊 所以呢 目前来看反弹 有可能继续下去 在占稳四万五千美金之后 它的一个多头目标 它的一个对称形式 容易出现在四万五千五 到四万六千五 这个区间上啊 容易在这里发生一个 对称性的结构啊 这是在当前多头方向上 容易发生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看啊 昨天这个小时线上 是怎么样跌了 跌下来的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盐是从哪咸的 糖是从哪甜的 这个结构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在盘整过程当中 它出现了一个三纽形结构啊 这个三纽形结构啊 昨天我还特意在课上给大家讲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啊 它是由波峰的连线 和波谷的连线 然后忽略掉一些插针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行情当中 两点构成一条直线 但是呢 我们忽略掉 我们需要忽略掉 更多的波动 才能连接出来两点之后 覆盖掉更多的波峰和波谷啊 就是在行情当中啊 我们需要画出一个 理想化的一个结构 在这个理想化结构之后啊 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焦点位啊 然后能够知道在这个焦点位的近焦点附近啊 也就是这个区域上行情容易发生变化 那果不其然呢 它是由于在47500美金有这个压力 没有发生突破上行之后啊 突破未果之后啊 发动了一波下跌啊 下跌刚好啊打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线啊 44200美金附近啊 然后发起了反弹 那这样的行情啊 几乎是我们能够预见的 我在昨天课上也说了啊 我是怎么说的呢 我是说这个行情啊 有两点你可以介入多头啊 就是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位置你可以介入多头 第一个介入的法则是 它在小时线上事实上发生了突破啊 突破了前高 突破了48000美金啊 也就是突破了47500美金 这里啊 我画出白色线的这里的阻力 突破之后呢 你可以注意多 第二点呢 我认为它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啊 遇到这些支撑位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多 为什么说做多呢 因为我刚才前面提到了 在日线级别上 327的这根阳线 作为标志性的突破性的阳线 突破性的阳线出现之后啊 行情既只能往多头方向去做 直到它出现回落 回打下来啊 跌破这个最重要的支撑啊 压力变支撑的这根线啊 也就是44000美金 你才可能做空啊 那在当前的行情当中 这根线 44000美金的这根线 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 在这个支撑线之上的位置上啊 你有做多的理由 做多的理由就是它出现了标志性的 突破性的一根阳线之后啊 你就有充分的做多的理由 然后重新回到小线这里啊 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你在突破这个行情上 突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475000美金这个阻力位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多 第二点呢 我昨天说了啊 就是你回踩之后 到达这个结构性区间之后啊 结构性区间呢 大概是在46500到45500啊 但是呢 昨天它跌破了 跌破了没关系 它多头方向上啊 很容易回到这个区间 是在46500和45500 这个回到这个区间之后啊 它这个结构啊 才会偏向于完整且稳定的结构 回到这个区间之后 才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时机 那现在呢 行情它目前面临的45500 这个阻力位还在啊 耐心等待它突破这个压力啊 这个阻力之后啊 然后再去进场多头啊 这是多头方向上的一个介入的方法啊 突破之后做多 然后回踩之后 再突破这个回到这个结构性 多头的结构性当中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介入多头啊 更多不建议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你去进场多头啊 因为这样的话 是逆行情来做的啊 因为你不知道这波下跌 会不会跌破44000美金 这个最重要的支撑位啊 如果跌破了之后啊 跌破了之后就是行情就变化了 就发生变化了 所以呢 我认为更多的进场方式啊 是求稳一些啊 第一点呢 就是突破之后做多 第二点呢 就是回到多头的结构上来之后 多头的结构在这里啊 就是我绿色线画出的这个区域上来之后 在进场多头是比较安全的 这样进场之后呢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的位置 也就是44000美金啊 44000美金啊 你要把44000美金 作为你在多头方向上啊 最后的一道防线啊 这个防线是不能让它跌破的 如果跌破立刻止损啊 立刻止损 因为在我们的日线结构上啊 我们知道啊 44000美金回到这个方 这个下方之后啊 很容易再回踩下来 回踩的目标位啊 第一目标位啊 就是它在日线级别上啊 波谷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 在35000美金的这个支撑啊 所以呢 多头的止损的位置啊 一定要设置到44000美金这里啊 顺应行情啊 才容易获利 目前来看啊 从3月27日 这根多头阳线出现之后 悟空阳线出现之后 悟空阳线还没有被完全杀死的情况下啊 突破之后啊 我们还是以多头为主啊 一旦悟空阳线在44000美金下方了啊 被杀死了啊 我们在寻找做空的机会 然后以太坊这里啊 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压力面的概念 在突破3000美金之后啊 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啊 今天这里啊 在日线级别上 我们可以画出波空连线和波股连线的一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上啊 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上涨的结构啊 也就是方向偏上 焦点在上方的一个结构 在接近焦点这个位置上啊 在日线级别上啊 它出现了一个回落 回落之后啊 我认为啊 它的一个新的结构就会发生 那如果参与以太坊的啊 在参与以太坊的情况下 我认为它会出现两种可能性啊 第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以横带跌啊 以横带跌 在这里啊 形成一个横盘的结构 横盘的结构 在焦点这个位置上发生变化啊 第二个结构呢 我们认为在上涨收敛 结束之后啊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下跌的结构 那之前呢 以太坊是强势于比特币的 那如果在这样的结构当中啊 以太坊就要弱势于比特币 我们可以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 当成以太坊价格对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啊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结构啊 ETH和比特币的交易对 这里啊 我们看到了 它之前一直是处在一个上行的结构 起码是420级别 是在这样 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啊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 这个交易对啊 目前处在一个压力位上 处在一个压力位上啊 上方就是非常接近于压力位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呃 这根线呢 我们可以下移一些 可以下移一些啊 找到这个波峰连线 波峰连线连线过来之后 我们目测已经到达这个压力位附近了 所以呢 我们认为啊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 目前处在一个相对来说高的位置上啊 不容易发生突破的位置上 很可能发生回踩的位置上 那么以太坊本身啊 以太坊对USDT的交易对啊 这样的趋势下啊 反弹收敛结束之后就很有可能出现啊 我们会绘制出来的这个这个结构啊 下跌的结构 那如果以太坊出现下跌的话啊 这个连线的波峰的位置上啊 我们打打到4小时级别啊 连线的波峰的位置上啊 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空的一个时机啊 因为目前来看以太坊是要对比特币啊 来说走弱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做空的一个位置呢 我认为就会在啊 3350美金这里啊 3350美金这里啊 因为这里啊 目前出现的波峰和波谷的参考点还比较少啊 所以我们只是画出了这个示意图啊 示意图 然后呢呃他这个在4小时线上啊 宠马密集区形成的阻力位也大概是在3350美金附近啊 所以呢 以太坊我认为是如果到这个位置上啊 是一个可以布局空投的一个时间点 这样的话呢 3350美金进场空投的话 你有一个前高的这个止损位 有止损位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进场 就是这个止损位啊 距离你开单的位置啊 要相对来说近一些 越近越好 这样的话 你止损的 如果发生止损啊 受到的损失就不会很大 我们测量一下 大概是3.67%啊 5倍杠杆 45 20不到20个点啊 十几个点的止损 这样的话 你比较好介入这个市场啊 如果他发生突破的话 你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 呃 在保住大部分本金的情况下啊 进入这个市场 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啊 这一直是 这是我一直以来 参与行情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介入行情 首先要保证的是 你绝大部分本金的安全 同时允许行情出现一定的波动啊 一定的波动 你能够容忍这些波动 然后再提获利啊 因为行情当中 我们只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趋势 再一个是位置 再一个是仓位啊 仓位介入的同时啊 你要考虑位置和趋势啊 同时考虑这两个 两个东西 那如何考虑呢 你的考虑最后形成的动作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是设置止损 无论现货和合约啊 进场的时候立即设置止损 这是你的生命线 你的防线啊 就像我昨天说的 你进入一个帐篷当中啊 你有安全感 这个帐篷呢 是由一个三角形结构构成的 三角形的两条边 就是你的安全边界 出了一个出了这个帐篷啊 你将要遇到风险 那这个帐篷呢 就是我们进入行情当中 我们设置的一个止损位啊 设置的一个止损位 GMT啊 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追踪的币种啊 前节课上也一直在说啊 这个币涨得非常好 日线级别完成上涨西游之后呢 目前啊 这是第一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 具体的话 可以看昨天的视频啊 昨天视频后半部分 然后这是第二波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分别是悟空啊 巴戒 沙僧和唐僧啊 唐僧是两根 那今天呢 他有可能出现第三个 第三轮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 目前来看啊 今天的这根阳线呢 是突出于前面两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 又一根 那他就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啊 所以呢 目前来看啊 你进场之后 如果之前进场过的话啊 仓位现在可以不要动啊 可以不要动 如果没有进场的话啊 等待他出现四小时级别回调之后啊 再寻找 进场的机会 什么是四小时级别 那个调整呢 我认为就是和这个上涨一样 他在四小时级别上出现啊 四组下跌阴线之后啊 这样呢 在他的本身多头趋势中啊 调整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你好的介入的时间点和结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的Telegram群 或者加入 加一下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群 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